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园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生肖牛属牛的人,有著很高的颜值,富贵又多才,他们一夜暴富,腰产万贯,不愁金钱,不愁好运,再加上能够看到很多肉眼看不到的先机,事业运旺盛,常有贵人相助。 善解人意,同时下周财路广进,捉住机缘好好运营,还能在年尾大赚一笔,钱财大发,生肖蛇鼠蛇的人性格很直,能得到财神的护佑,钱财如流水般滑滑而来。 他们的贵人运很好,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,总能在他们的帮助下化险为夷,再加上从事需要顽强毅力,和付出长期艰苦努力的工作,非常容易被领导赏识。 财情兼得,个人薪资有望上涨,奖金增加,会八方财,生肖龙生肖鼠龙之人。 进入下周以后,财运会进一步加强,事业上红韵当头,大有可为。 属龙人,今年是六合贵人入命,又受到太岁的眷顾,必然惊喜常在,与金钱有缘,横财超旺,下周就被投奖砸中。 属龙人能力出众,又具有事业心,在职场有强大的实力,下周属龙人一路财地,发财希望大增。 生肖猴,生肖属猴之人,下周是时商生财的好运,各项发展开始加速,财运必然也是水涨船高。 属猴人今年走经地,欲比肩心帮身之年,事业会稳步地提升。 本月开始践行财心大运,受急心护佑,横财超旺,下周就被投奖砸中。 事业上惊喜不断,有很大的发展机会,只要努力,未来财富收获必然十分地丰厚。 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敬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。 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生肖吉一定要珍惜这个人,他将是你这一生的活财神。 属吉的人在生活中,是个特别受欢迎的人。 主要也是因为性格和人品的原因,因为在很多时候属吉的人都会尽力地去帮助别人。 只不过有时候属吉的人也特别想要去表现自己。 不过大部分属吉的人还是很不错的。 那么下面就随住小编一起,去看看生肖吉命中,有两大贵人和属吉人。 命中注定的贵人是谁? 属吉,生肖吉命中有两大贵人。 生肖鼠,是生肖吉命中最大的贵人。 是生肖吉的典型摇钱术。 所以如果认识生肖鼠的朋友们,一定要珍惜,对它们要更好。 它们是你命中的贵人,不仅在事业上能够帮助你, 而且生活感情方面,也能让你一路畅通。 所以千万不要放弃生肖鼠,它们就是你命中最大的摇钱术。 生肖马。 生肖吉与生肖马日子过得更潇洒。 财运更兴旺。 生肖马,就是生肖鸡命中的典型贵人。 是生肖鸡最大的摇钱术。 所以一定要珍惜,未来的日子才会越来越好。 运势越来越昌盛。 红红火火,蒸蒸日上。 好运绵延不绝。 另外,生肖鸡要注意命中。 虽然贵人运势多。 好运兴旺,但是容易遭到小人的嫉妒。 一定要杜绝这种后顾之忧,才能真正创造良好运势。 成就幸福生活。 蜀鸡人命中注定的贵人是谁。 蜀蛇,他们是一对不错的好朋友。 相互之间会有很多的话要说。 为了给某个同事开个玩笑, 或是协商起来有谁一抹的话, 两个人都会想到一起去。 下了班之后,他们又会沉枝骂烂骨子的。 说上个大半天,把谁都扒了一挂, 到最后才依依不舍地分手。 就如再也见不到面一样。 若想创业做一番事业, 可以和蕭蛇人一起共谋大事, 有彼此信任的感情基础。 你们会是很好的合作伙伴, 能互相配合, 互惠互利。 蜀龙,他们能和谐相处, 又是一对很要好的朋友。 双方都不会做对不起对方的事情, 只是在带着笑意与对方说, 或做一些例行的事情。 他们之间有助深厚的友情, 会在对方遇到困难的时候, 伸出舍身忘死的手去援助对方, 给对方以温暖。 所做和所说的一切, 都会让人感觉到很温暖。 蜀牛,他们会成为默逆之交, 无论是在说话方面, 还是在办事方面, 哪怕是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, 两人也会尽心尽力, 力图合作到最好的程度。 因为双方都对对方, 有一种深度相信的心态, 正是这样的彼此信任, 使他们能够放心地依赖彼此。 所以,他们会是一对最佳的朋友。 生肖鼠鸡人一生运势如何? 生肖鸡的人, 他们在一生的整体运势起伏, 还是比较大的, 有大起大落之下。 他们的一生, 往往需要面对很多抉择, 如果没有把握好关键的时刻, 就很容易错失机会, 甚至给自己带来很多烦恼。 属鸡人的一生, 往往比较劳累奔波, 但是只要属鸡人注重现实, 把目标定得实际一些, 成功的几率还是很大的, 前提是要给自己足够的信心。 生肖鸡的人一生的金钱运势, 比较平稳, 往往收入和支出比较多, 有助强烈的金钱欲望。 所以属鸡人往往能够, 通过自己的努力收获很大, 不过属鸡人天生喜欢奢侈的习惯, 会对金钱运势有较大影响。 虽然收入很丰厚, 但是支出也很多, 很难积蓄财富, 所以属鸡人应该学会理财, 养成积攒财富的好习惯, 才是最重要的。 属鸡、生肖鸡与哪几个是三合? 鸡为有精, 牛为丑土, 蛇为似火, 有与丑, 似为三合的关系, 是一种相当不错的组合, 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稳定, 观点见解比较一致。 事业方面, 属鸡和属牛, 属蛇人, 在投资合作, 与团队协作将会十分融洽, 属鸡、属牛、 属蛇人的共同点, 是在各自从事的专业上, 所表现出的过人能力, 而且都会对所选项目, 抱有浓厚的兴趣, 并且具备实事求是的精神, 勇于对自己的行为负责, 即使其中有失败, 它们也会各自找原因问题, 不会因为承认过失, 而感到有损面子, 属鸡、 属牛、 属蛇人, 都踏实稳重, 勤勤恳恳, 又不乏斗志和创新, 三人或其中两人, 在一起能共进共退, 携手共创美好未来, 恋爱婚姻, 属鸡和属牛或属蛇人, 是令人羡慕天造地设的一对, 属鸡与属牛, 或属蛇人都是各有所长的人, 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, 能够善于取对方的长处, 来弥补自己的短处, 而且在一起, 都会体谅对方, 属鸡人是一个精力充沛之人, 对所有的事情都很积极勇敢,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, 都很冷静去面对, 属蛇、属牛人, 很看好属鸡人的这些优点, 属蛇人聪明伶俐, 做事非常谨慎, 属牛人则忠厚老实, 勤俭持家, 属鸡和属牛, 或属蛇人在一起, 互相能够激励对方, 让对方对生活, 工作更加积极和充满兴趣, 所以是非常幸福的一对, 总的来讲, 属鸡和属牛, 属蛇人, 在一起能够性格互补, 互相体谅, 无论是事业, 还是恋爱婚姻都会非常完美, 那摩大慈大悲观, 是因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及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奉兄化吉, 神志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, 财源广进, 笑口敞开, 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 寿比南山, 年年有余, 事事顺心, 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留下自己的心愿,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 自立等人,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